而另外今天的南疆专题 我们要带您前进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克什 这个拥有两千年历史的西域古城 至今仍然是维持着独特的古城风貌 占这个克什人口九成的是维族 而至今呢 许多维族民众仍然都遵守着世代居住的土 还有这个上千年的传统习俗 我们带您看看 一间间土房子沿着黄土高台而建 这里是新疆喀什的一处维族聚集区高台民居 保留着喀什最传统的民居风格 家族人口每增多一代 就在老房子上加盖一层楼 形成层层叠叠的特殊景观 土房子之间排列成弯弯曲曲的50多条小巷 综横交错宛如迷宫一般 这里的居民依然过着相当传统的生活 我们在高台民居遇到一对母女 母亲哼着曲调 小女孩随着节拍起舞 对着镜头一点都不害羞 维族的女人各个从小就有舞蹈的天分 她的父亲因为腿受伤多年无法工作 母亲靠着坐扇子和花帽赚一点零用钱 加上政府补助的少许费用 一家四口就挤在这个卧室间厨房 只有五平大的房子里 在喀什还是有很多的维族人居住在这样的传统民居里 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是用白羊木 还有泥土 泥土里面或者麦皮搭建而成的 虽然这样的传统民居看起来非常的牢固 但是最近呢因为担心地震会影响到居民的安全 现在政府决定对这些传统的民居进行一些修缮和保护 这处老城区目前还住有大约600户人家 他们大多做点小生意自食其力 这一家人靠着烤囊卖囊为生 这是新疆人的主食 拥有四五百年历史的高台民居 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当地人对我们这样直接闯入他们家里习以为常 有时还能做不少观光客的生意 这家人一年赚5000多块人民币 算是小康收入 也能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学 尽管当地政府在学校开设汉语课程 但是很多维族的汉语还是有待加强 维族的传统文化至今能够完好的保存 某种原因也是因为由于汉族文化没有太过分的入侵 但是维族想要提高生活水平 势必要与外界沟通 他道出了部分维族人的心声 维族人此刻可能还无法想象 大陆中央要把喀什建设成为经济特区 是什么概念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这个西域古城将会迎接 他高楼林立的新风貌 传统的生活模式 势必会有所改变 中林新闻胡奇人 戴律在新疆喀什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